欢迎收看新北站出来走访社区与春洛 用不同的事业角度带您关系每一个动人故事 我是主持人廖品涵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 就是北海岸唯一的高中 高中的校长 金山高中的校长赖来宅 校长 请校长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金山高中校长赖来宅 是 我们非常欢迎赖校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然就是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对校长有一定的认识 因为他之前是在正德国中服务 然后所以说我们整个北海岸地区的民众 应该有很多都是您的学生啦 对 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 但还是要先让观众朋友先了解 先熟悉一下您 就是在到我们金山高中任职校长之前 其实是在我们正德有服务过 在淡水服务多久的时间 四年 四年的时间 那从淡水到金山高中 就是等于说教学的领域跟区块都不太一样 然后有时候教员 教员资源是不是也不太的有落差吗 整体来说北海岸地区的学校算是资源比较落后的 是 那从国中到高中当然他的资源也不一样 因为金山高中它是一个综合型高中 它也是一个完全高中 那跟我以前正德国中当然不一样 它是纯粹的国中 那这样的学制看起来 综合型高中它有所谓的普通高中 跟职业类科的学层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型高中 在新北市或在台湾来看 它是一个适合偏乡地区的一个学制 因为它可以让孩子多元世性的发展 比方说他到了高一的时候 他先修普通班的课程 到了高二他可以做我们生涯规划完之后 做世性的分流 可能可以选择普通高中 也可以选择职业类科的学程这样子 所以它会可以满足像这样子 偏乡学校的一个孩子的个数性的需求 所以对于偏乡来说 它其实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 因为就是就一所高中嘛 那它可能想说如果它要念技职学校 它可能要跑到基隆非常的遥远 对那现在就是一次所有的需求 就在金山高中一次让你满足 那就是其实 我记得之前在跟赞德 在跟赖来者上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 其实我对赞德国中的印象就是 他就是在教学一般学科 那小朋友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样子的学习 但是其实不是 那时候我也蛮好奇说 就是如果从这样子的学校 然后再到完全中学中和高中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记忆课程 是需要去备课跟增长的 但是校长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讯息 就是其实在赞德我们就有在做这样子的记忆教学 是的 因为赞德国中在二十几年前 目前它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在水堆的本部校区 一个是早期称为贤校国中 在民国93年改 应该说它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被并入赞德国中成为闲校 校区 一个校区这样子 那20年前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记忆教育中心的概念 所以在赞德国中 在发展这一块 除了正规的普通课程之外 因为让孩子要升高中嘛 所以这一块也非常响亮 因为赞德前几年都是儿满学校 所以很多的孩子 还有家长慕名 赞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学校 所以都通通送过来 所以随障而满 那除了这样之外 我觉得在那四年的任内 我很期待说 因为前面的校长 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了 口碑非常好 那可是是不是还要可以 照顾更多的孩子 因为现在是多元事情发展 不能只有说 我照顾顶尖的孩子 应该还是要全面照顾 所以这个学校就发展了 所谓的记忆教育 还有体能 像赞德国中有很多的 球类的团队 像橄榄球队 像柔道 像角力 像独立球队 还有合唱团 管乐团这样子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多元面向的发展 它不是只有注重升学 它还有兼顾到每个孩子各输的需求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还有前辈的这样规划 所以我就只是顺势一棒接一棒 把它做好一点而已 所以在那四年内 我们除了选校的记忆班的课程之外 我在前任局长 林局长在任的时候 他也在本部也成立了一个 第二所记忆中心 所以校本部其实就有了 对 本来是校分部嘛 后来在我任何以后成立了第二个中心 所以它是新北市唯一所有两个记忆中心的学校 对 所以它是非常 怎么讲 就是非常的全面照顾每个孩子 所以我今天 应该说昨天我还跟郑德的校长 他会长见面 他跟我说 今年的称职率非常好 第一志愿有十来个 哇 真的很多 对 然后他的记忆教育 他的体育团队 他的相关的音乐系团队 都很平均的发展 是 对 所以这是让小朋友去选择他自己想要的 对 对 还是说就是 透过这样子的教学资源 可以给小孩子更多的刺激 相反的也是这样想 当然因为我们要全面照顾嘛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不能只有照顾顶尖的嘛 你还是要全面照顾每个孩子的需求 是 所以其实也感谢社区的家长 跟学校老师愿意配合 一直让孩子这样子 有多元捐衡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期待说这些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可以到竹尾高中啊 甚至可以到现在的金山高中 是 选择不同的路径发展这样子 是 甚至临近的什么海院啊 圣语院大学的武专部啊 其实就是鼓励我们市长说的 在地就学 对 对 这样子让孩子就不用跑那么远啊 对 因为这个地区 你看像金山 像淡水 像三支 死门 都要到外地读书 太辛苦了嘛 对 对 因为何不让他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个优质的学校让他可以升学 是 这样很好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现在慢慢会走向这个趋势 不过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聊到 是 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记忆教育中心 作为就是校长您的基础 那先别谈基础好了 就是在记忆教育中心成立之后 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 我想那时候你可能没想到你会到金山高中 但是你会把把那个教学 完全没有意料到 完全没有意料到 就是把教学资源 让临近的国中的学生也来参与 像是三支国中跟十门国中 他也可以来选择这样子的记忆教育 对 在学校校区可以就是 那个地方大概容纳一百人左右的记忆教育 是 包括三支 包括十门 包括正德国中等本部 还有学校的那个分部这样子 是 所以大概一百人左右 那大概他们可以选 至少一学年可以有六个学程可以试探 是 而且都是非常棒的老师 也有临近淡水山工的老师 古堡啊 太北啊 还有像业界的老师 都进来帮忙我们孩子做训练 做职业试探 是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已经先在地方上先做资源媒合了 对对对 对 然后纳入不同区域的学生这样子 然后另外教育局也希望说我们往下扎根 是 小学五六年级也可以来做试探 是 所以 这几年都有这样子 除了给国中之外 是 还有给临近淡水地区的小学也可以来做试探 是 好 就正如我刚刚讲的 就是现在有这么多多元性的刺激 跟一些课程 就其实有别于我们之前这样堆叠式的吸收知识 对 那我觉得这中间的转折 即便你当初刚接下就是这样子的记忆教育中间 你也是也是就是一般的教师上来的 你也是要去吸收这些新增的这些知识 你不会觉得太庞大了吗 还是这本身是你的兴趣 嗯应该说我本来就是 应该我本来就不是正规这样子一路很平顺念上来的 哦 所以是之前是 因为我大那个高中考了大概 高中考大大学考了三次 嗯 对我当完兵才去考上师范大学 是 所以前面都在当兵啊这样子 然后跟自学这样子 对对 其实跟我们还蛮想要 我也是重考了两次 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啦 所以说当老师是你的志愿吗 对 怎么会这么坚持要 因为乡下地方我在老家在云林嘛 因为没有就是只能当农夫啊 是 我记得我爸妈跟我说 你要拿那个小小枝的铅笔 还是要拿那个那个圆桥 大枝的锄头 我说我要拿这个比较简单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以前就知道要怎么变通 然后只要找捷径这样子 对 那刚好也因为有教育的啊 才能够让我有点稍微有点点不一样这样子 虽然不管说自己很有成就啦 至少我还能够为教育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这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就是我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 然后跟赖校长的接触 我觉得他常常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 教育会总是给人家一个很沉重八股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每次从赖校长嘴巴里讲出来的教育 就变得好新鲜 一切都变得很有趣 就是说那我想 我就变得很有那种求知语 我想去学习 是啊 你看到孩子他动手操作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东西 是 这叫创客的对不对 他动手操作 把他用雷射雕刻 弄出来之后 是 去组装 这个你知道他可以 未来可以里面装灯去 是 然后吊起来 就是一个艺术的作品 那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成就 他搞不好念书可能没有办法跟金钟一样 可是他至少这个部分他可以有获得成就感 是 就是去发掘孩子不同的特点 对 那所以讲到刚刚这个创客 所以我们金山高中综合课程 就综合高中嘛 那他可以分高的开始去选择他自己想要的 可能是高中还是说高 高职 高职的部分 那高职的内容有哪些啊 因为学校算是根容数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只有六个班 那六个班里面还要扣掉一个原住民艺灵专班 所以只有五个普通班 是 所以大概有选自然组 就是以前的自然组跟社会组 我们把它称为自然学成 社会学成 还有另外一个叫餐饮学成 跟自信管理学成 是 还有一个是应用英语学成这样子 大概这三个 属于职业类科的课程 是 另外两个是社会组跟自然组 是 对 大概这样 但这样也是全部都有啊 全面性都有 中文高中的部分 就是技职这边也是全面性的技能 当然只有三个学成而已啦 对 没有说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可是至少我是符合在地的特色嘛 比如说我餐饮 因为这个区域需要餐饮 餐服观光啊 是 餐饮业之类的 是 那资讯应用可以变成可以结合 现在未来现在很夯的 什么物联网啊 电子商务啊 可以互相结合 还有应用外语嘛 是 你可以用 因为你你餐服 你或是你资讯都要用语言嘛 所以英语 还有我们开设第二个外语 日文 就是让孩子 语言是一个 必要的条件 它可以有慕容的行动能力 是 所以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创课 它是在哪一个学程里面 它在资讯 资讯学程里面 也可以放在生活科技课程里面 是 因为我们还有国中啊 所以我们很希望 像期待从从下扎根 小学 国中到高中 都有具有这个创课的精神 是 它可以运用在每个课程里面 是 现在不是有一个叫 STEM 这样一个核心素养的概念 在国外已经很流行很多年了 这几年台湾也非常的注重这一块核心素养的概念 所以把它 它把它结合科学 科技 还有那个工程 是 跟数学 还有艺术 就是让它具有美感的这样子 刚刚不是说了吗 这个具有美感嘛 嗯 那像这个 就所谓数学的 几个概念 是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还可以结合 结合那样的一个 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力 让孩子 从生活中就可以马上运用 让它不会 就可以回来问老师啊 从座中学 然后去不断的尝试错误这样子 对 尝试错误学习 对 这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教学的模式 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有像是 它扎根到国中部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 你真的很会同合运用资源 那国中 它要 呃什么时间去做这个 生活科技课啊 现在有这门课 有啊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有啊 叫工艺课啊 啊有有有有 工艺课啊 对不对 对 比如说动手做木工啊 订木板啊 对不对 我刚刚很意外地听到 是他们竟然还要 开始学习写程式 我觉得这有点太难了 会不会 欸 教育局不是 这今年出了这本书 是 诶弹子玩转世界 嗯 它结合城市科技 是 还有创歌 是 它就结合了整个新北市这几年 在做科技教育的一个部分 嗯 对 那里面也很多学校的一个做法 是 那其中有一个是我们 很尽忠的的一个介绍的一个介绍这样子 是 那城市语言当然现在有很多套装软体嘛 像Arduino啊之类的软体 就让孩子先学简单的东西 而且新克刚小学国中 他把原本自然生活领域科技 嗯 那这个在国外已经非常实施非常多年了 可是我们台湾也赶上了啦 中间赶上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它要让孩子赶快学城市语言 嗯 才有断层嘛 可是如果你没有训练的话 很麻烦 所以其实像做的话 让孩子可以 把它当作是一门正式的课程 可能以前都把它忽略掉嘛 对 以前会觉得那就是 寄职学校要做的事情 可是现在不是哦 对 现在我们的孩子会念书的 不应该都比较 对书比较没有兴趣的 他们反而从这里面找到了成就感 对 像前阵子 嗯 我们佩尔大概电视台了 嗯 拍了一部创客的课程 就是把生活科技跟童军 还有物理啊 这些概念 做了一 搭了一座桥 对 那个桥的部分就是佩尔 整合了很多的领域嘛 刚刚说的童军嘛 是 你要神结啊 是 你要绑那个木板啊 嗯 你要设计那个这个桥的 桥体 桥体的那个垮度 是 跟那个拉力 还有压力 测试那个压力 你要用到物理的概念 嗯 那你还有科技 你要有工程的概念 嗯 你要搭桥嘛 在国中的深科里面 深科技课程里面 就这样的一门 科技课程 我现在发现就是 我跟之前那个脱节好远哦 我发现现在呢 小朋友学习这个刺激啊 跟一些教学资源 跟教学内容 其实是非常可以勾起 他的学习兴趣的 对 对 跟以前就是打开 就是什么公式啊 不一样 因为现在要实务 要务实自用 那孩子真的 他可以觉得他 遇到生活的困难 嗯 困境 他发现问题去解决 才是重重点啊 不然你 只是读课本的东西 读一读之后 根本没有运用 对 没有用 他等于等于是实读书啊 是 所以像 反而像这种 这样的课程 孩子会非常喜欢 是 像前日子六月底的时候 我们孩子 学生还 老师还教水火箭 水火箭 对啊 或者说刚刚 我们看到那个什么 机械手臂 嗯 机械手臂 还有高中 他们还有一些专利课程 是 是 做 挖土机 对 还有做餐 那个一台那个 电动餐车 有就是之前 前日子 大概排的那一部 对对对 那送给 还送给学校一部车 一部车 对 对 这都是 除了废物利用之外 也可以结合他们课程 每个 他们这三年来 所学的课程 整整合在一起 嗯 去做一个专题制作出来 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棒啊 对 让孩子动手做之外 还可以 把他三年所学的 知识运用出来 是 相信孩子在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应该非常有成就感 一定是的 而且他们也因为这样的 获了成就感之后 他们到大学 我可以很骄傲地跟您说了 那些青山孩子很 到大学 他可以读当一面 因为他学的都是 动手自己操作的 对 他可以当领导者 他可以当 在那一个学科 可以是这样子的 是 第一个 而且透过自己 自己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把原理全部都理解透了 因为有时候理论跟实物要 你现在从理论开始学 但你没有做实物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你学的到底有什么 你的成果在哪里 可是 你透过动手做的 就可以去 理论跟实物都一起综合在一起了 对啊 他不一定会一次就会成功 是 因为我看 他要不断地尝试 对我看他们做那个 比如说 送给他学校一部车 他在那过程里面 失败很多次吗 对啊 那个 比如说轮值的轴距 会卡到 然后怎么样 他就来来回修很多次了 还有那个重量啊 还有那个旋转半径啊 离心力等等之类 他要去修啊 去调整啊 是 所以那失败很多次了 然后我看到女生在焊接哦 像你这样 你无能力可以焊接 还可以切割哦 真的 用电弓切啊 我就真的 我看到 我以前都是觉得男生可以做 对 现在女生也可以不让 就是真的很有架势这样 经过不让虚美 这样子很棒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到金山高中 就可以看到 颠覆你非常多的就是 对于教育的想象 还有对于性别的想象 我觉得这是 现在性别平等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不要忽略女生 她有很大的抢很能 很有能力的 真的 所以大家听到这里 能不能觉得 就是金山高中的课程 已经非常的有趣了 那我们要先让我们的校长 休息一下喝口水 接下来要让大家就是 了解一下北海岸地区 就是这四区 然后开始有一些些少纸化的冲击 那我们金山高中是怎么来应对的 休息一下 我妈 这演唱会超夯的 可是好难买 那还不简单 你看 用电视就可以帮你搞定 有性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用一基数率串联网路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 同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要到了 哎 礼物又不只要准备一个好苦恼 可以上网定国外超行吹风机呀 跟外国人买吹风机 这种跨境消费不是有风险吗 是的 记得要选在台有代理商 分公司 或是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业者 不然跨境消费申诉可是很费时费力的哦 所以跨境消费一定要注意风险才不会受伤 跨境消费风险高 慎重行动 没烦恼 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 用更快的速度 摆脱时间的束缚 台湾大宽屏500枚光鲜上网 急速登场 快播 0809-000-258 台湾大宽屏 爸爸 没有烟味 我好喜欢哦 老公 谢谢你 关顺 阿公为你改婚哦 没吃分身体也比较健康 这才是我的理想情人 无烟 无爱 为了爱 二代戒烟 请查 0800-636363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基本上在为了爱 2 adoles命中的住寸 2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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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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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集完 4集完 1集完 2集完 1集完 3集完 2集完 3集完 2集完 4集完 用偏红的二号粉底 遮掩粉黄的肤色 用黑色的发油 隐藏异常的落发 用意志力和营养品 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 与其注重外表 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 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 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 国民健康署 真心提醒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金山高中的校长 赖来展校长来到现场 那上一段就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校长过往以前在正德 然后现在到金山高中的这些经历 然后还有先讲一下 就是金山高中目前的教学现况 那这个阶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其实现在小孩子 就是越来越少 父母越来越不想生小孩 就也冲击到就是各个学校的招生 因为少子化的冲击开始 就是冲击招生率这样子 那透过接下来这段影片 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就是 升学考试面临的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现在开始要免试入学了 我们看一下 因应国家发展以及少子化的趋势 今年教育部在全台湾食物所高中职 事办学习区完全免试政策 而为在金山区的金山高中 也是其中一所事办的学校 强调不采取会考成绩 在会考前完成第一阶段的入学放榜政策 期盼能够达到减轻国中学生升学压力 以及促进教学正常化 不再为了升学填压式的学习 而是依照学生兴趣提供适性选择的机会 这个政策奉地当然是为了配合十二年国教的适性入学 也符应所谓的在地就学的方案 那他期待让这些国中生能够减轻升学的压力 然后也能够适性选择就近的学校高中职来就读 那他的目标期待说除了减轻压力之外 也让少子化的像像我们金中这样偏延的学校 透过这个管道不用会考的成绩就可以上来了 那另外也期待说 透过这样的政策让国中端的教学能够正常化 他不用考试了嘛 那他就可以好好的把这个书教好 把学习学好 确保他的那个国中端的学习的学历品质 金山高中校长表示 完全免试入学是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就是学生学习权力的具体展现 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针对学区内万里 金山石门等三区的国中身为对象 进行完全免试的报名征选 二三阶段在逐步针对优先免试区 以及北北基地区进行免试入学扩大办理 金山高中有建议好的设备跟环境 也是北海岸地区的唯一所公立高中 那我们提供相对应的很多的多元课程 包括我们是综合高中 那综合高中有社会自然 这个属于学术学程的课程 也有属于技术型高中 就是以前的职业高职 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有餐饮咨询跟应用英语 那这样的丰富的课程 可以让这个区域性的孩子 结合在地的课程跟特色的发展 让他们就读 所以应该像说有两块 一个是减轻孩子的交通的不便 让他选择就定的学校来就读 第二个他可以服役他的需求 他选择高中还有高职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多元性的选择性 那这个也符合了教育部想要推的减轻压力 然后也能够让孩子就进入学 面对第一年完全免试入学的政策考验 金山高中校长表示对于学习区学生 以及学校端都具有优势 一来万金石地区的国中生 可以就进到学区中的公立高中就学 省区跑到外县市就读周车劳顿 二来也减轻偏向地区高中职的招生压力 不只是为12年国教奠定基础 也为学生以及学校双方制造双赢 记者亮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校长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 免试入学 那我们先不要谈免试入学好了 就是以你这样第一线的经验 我们现在的学生的招生率 真的是越来越惨淡吗 可是应该这样说 今年真的有点困境 因为全国七万多个缺額 然后还有两万多人没有报到 将近十万人 这个对于高中值来说冲击很大 不过就刚刚我跟您说的说 秦山高中它有发展出很多的特色课程 所以今年还算稳定发展 没有因为这样而冲击到 反而我们还维持一定的平盘 所以大环境其实是很大的冲击 对可是对我们像这样的有特色的学校 比较是冲击还算少 因为至少我们的学校老师 非常努力在让学校有特色出来这样 是对啊 就是许多学生也是看 就是哪一间学校有特色 然后是适合自己的兴趣 所以还会去报考 是 但就是现在少值化冲击还是有啦 是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教育局 它现在推了一个 今年度开始 105还是106 推了一个免试入学的 是教育部 教育部 对教育部 教育部 推了一个全国书所试办 学习区的完全免试入学方案 是 所以完全免试入学 就是完全不用考试了吗 对 这么好 是 不过它还是要考教育会考 哦 基本的测验 对对它做学艺检测 是 那我们学校也是今年就是开始 等于说现在先招 然后等于是 接下来暑假完了这个年度 要开始的学生嘛 对对 开始上课的学生 是 那我们免试入学的招生状况 还OK吗 将近8成5的入取率 嗯 对 蛮不错的 因为那天放榜的时候 教育部还请我过去 教育部召开记者会 嗯 我们学校算是指标性学校 是 招了140个人 来了110几人 所以算蛮多的 对 8成5的 对 都有都有招嘛 对对 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对于免试入学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熟悉啊 会帮我们讲一下免试入学 嗯它是怎么样子去报名 然后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模式 跟一般的升学考试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很像我们去年新北市办的优先免试入学 嗯 它也是不看教育会考成绩 是 那你只要对应学习 对应我们那种小学区的高中值 是 你就可以来报名 是 不过那个有名额的限制啦 因为它不可能让它超过招生名额 比方说我要120个人 是 那你就评估这一届我临近就学区的国中端 它有毕业多少人数 是 然后再衡量这几年 它在地就学的比例 嗯 去做一个很精细的评估 是 这样才不会让那个招生名额 太多 太多人来报名 结果报了 那因为你没办法筛选啦 筛选你其实只有看多元学习表现 嗯 那个大家都会满分啊 是 所以很难筛选 老师都会写得很高 对不对 因为你去年学习 你的艺文领域 健体领域 中文领域 你很难不会 不及格啊 都几乎都会及格啊 是 就以前我们念书的那个阶段嘛 艺术人文 健康教育 那个都会及格啊 嗯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服务学习啊 其实大家每个孩子都有服务学习的 这个分数啊 所以那个其实还蛮看得出来 是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很精细的一个判断 嗯 跟去研读 它这几年来对应高 对应国中端的那个 那个报道率 是 来做评估这样子 是 等于就是说 其实我们免试入学 它也不是说开放全台湾的 就是 是开放临近区域的 对 就是我们金中市 哪几个区域 我们金山高中市 对应 这称为学习区 嗯 万里 金山石门 就是万金石山区 对这三个区域的国中 是 来选 来这个报名这样子 是 对 三个区域的国中神 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 透过这样子免试入学的方式 其实可以减轻很多小朋友舟车劳顿的辛劳 对不对 是 那这样子有没有反而更加提升了社区的学生的报名率 有啊 我刚不是说了 我们是全国 85吗 今年第一次试办 最好的 最 因为算是最 录取率算是最高的 所以比历年来西车有更多在地的学资 对 更多了 因为 因为这样子 他就有非常明确的知道说 他 他想要选这个学校 是 而且不用舟车劳顿 是 而且志愿很非常明确 是 对 我觉得这 志愈吗 志愿非常明确 哦 志愿 对 那会不会 有时候会担心说 因为之前可能是优先免试嘛 那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尝试测验 不用啊 不用 都不用 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 报名 有意愿就可以进来 对 那再提前一点点 就是我们之前是需要升学考试的 那会不会担心说我们 征收进来的孩子 就是招生进来的孩子的 那个 数值会比较不同 因为你没有办法透过就是书面上的资料 去了解 这个有几个配套的措施 是 一个是教育部非常要求的 各国中要教学正常化 是 就是他基本的各学科能力都要提升上来 是 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像金山高中就要去协助这个万里 金山石门 这三个区的国中 要共同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 是 那第一个叫落实教学正常化 是 第二个你要落实所谓的生涯辅导 是 去其他学校去 是 所以觉得这个这样的措施才能够让孩子 是 对这样子的政策改变之后 其实我觉得 你要服务的对象更多了 你不是只有你们精英中的国中生 你开始就是下面 未来可能成为你学生的学校 你都要去做服务 对 这也不叫服务啦 就叫做共好嘛 现在不是 共好 小林国教不是有一个理念叫共好吗 就是从小学 国中 高中 社区 大家都一起为了这个教育目标 努力把学生带上来啊 让孩子每个人都有成就感啊 所以这算是一个政策联盟吗 算是一个策略联盟啦 策略联盟 对 我希望把这些学校都跟我们 有很密切的往来关系 那我们彼此资源共享 就刚刚跟你说的 这些创课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资源共享啊 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学生来这边做试探啊 对啊 都可以 是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小学手捧 小学的体育课 运动会碰到你 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你跟我说 这些孩子都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学生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只是服务对象 只有这个学习区里面的国中生 连小学生你都有去 因为我有国中端 对 我不能 我要我这样理念说 小学要好 是 我国中才会好 是 那如果我没有往下扎根 嗯 我没有让社区的小学知道我国中 是 我的经济高中有那么好的资源 是 我可以跟你一起共享 对 跟你分享 是 然后把大家都带上来 是 那我觉得很可惜 是 因为教育资源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吗 嗯 平衡地区的教育资源有限 嗯 那有这样的高中 有这样的很好的资源 我应该要分享 是 让孩子都有能力去尝试去试探这样子 是 所以像创课 像餐饮学成 像我们的外师 我们还有一位外师 我们就办很多的所谓的 开放式的拓课营 嗯 让邻近的小学国中 都可以来跟外师上课 哇 寒假办一梯 暑假又办一梯 哇这真的是很棒 只是你把资源做得这么充足 然后我想必 你应该是要去承接很大的责任 可是我刚刚看到孩子有那么好的 回馈啦 他有那么好的 就是收获很大 然后他露出那种 闪亮的眼睛的眼神 然后有微笑 我就觉得很幸福 是 观众朋友 大家听到这边 你就知道真正的教育家 就是长这样子 对 好啦我们还是一样 先让我们的校长休息一下 下段回来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中还有更多多元的课程 刚刚怎么会哭掉了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措施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障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 他工作你也上班 你洗衣服他换灯泡 他教孩子数学你教助音 但有一件事不一样 50岁以上跟年期妇女 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 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 背痛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检查 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BANK 3.0时代 要做好行动装置的防护 不安装不明应用程式 定时更新银行操作系统 和防毒软体 BANK 3.0时代 养成行动装置良好使用习惯 不再未经加密的公开网络登录操作 密码应避免简单 或与个人资料相关 并立即关闭相关画面 做好个资防护基本功 行动支付安心又轻松 他们在加什么 1919食品检举转1 标识斗不清楚 1919食品相关咨询转2 食品有问题还不给退费 1919消费问题转3 食品企业法律 不知道怎么咨询 1919中小企业咨询转4 这些是进口的还是台湾的 有安全吗 1919生鲜农产咨询转5 全国食安专线1919 一通就够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有些事没有机会后悔 曾经你奋勇向前的追求 曾经你不眠不休的争取 曾经你无怨无悔的倾听 现在你该为家人重视自己的健康了 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 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需要你的人 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 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 有她在啊 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 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 比较有安全感 陈阿姨会来照顾她 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 妈妈 你妈妈 棒了 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了哦 我们知道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 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 长照2.0 我们照顾您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前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实申报 则会退运超额部分 除了新台币 您还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额攜带请如实申报 小婷 是个爱运动的女生 学校没有女男队 为了打篮球 她加入男男 小婷与一群男生快乐地练球 除了球技 他们也学习到了相处 她外线深准 是球队的得分王 性别友善 从小开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金山高中的赖来展赖校长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就是有聊一下我们 少子化冲击还有金钟当下的教育现况 那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这段影片让大家看到我们金钟的孩子 她在专业领域上面发光发热就像是专业的老师一样 我们看一下 本周是金山高中参与学城的餐饮周 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让高山的学长学姐带领着高二的学弟妹进行围棋一周的成果发表行程 而今天金山高中邀请到世界金牌主厨许燕来到校内为学生分享餐饮相关的经验传承 在厨房中学生们穿着标准服装跟着许燕兵一步一步学习 期盼透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向餐饮领域中的大前辈来取经学习 经常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像这个地瓜还有其他等等的农特产品 那我们这次在做的时候就希望把这些面包啊甜点加入到我们的一些农特产品里面 把这个国际的甜点加上在地的食材双边都结合在一起 让学生知道这个饮食文化的传承呢 跟发想呢其实就像每一个人的故事不一样一样 好这个透过自己的故事的不同呢 能够发展自己的未来 能够未来再到舞台上去的时候可以讲出自己的故事 金牌主厨许燕并表示结合当地出产新鲜的农特产品来做食品式趋势 也让孩子们善用地利优势发展出专属于自我的特色 而金山高中高山学生策划餐饮周的活动 从活动中除了吸收前辈的经验 更将自己三年在校所学传授给学弟妹 传承的力量感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其实自己以前也是那种乡下小孩不爱读书 然后也很认真的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现在呢整个台湾的这么好的饮食 而且这么好的这个食材 把它结合跟学生的发想 因为现在是创意甚至是无限 包括最近我们金山高中也参加了这个摩托大赛拿到冠军 这些都是等等都让学生的老师 透过老师的一点这个启发 让学生有更多的想法 餐饮学程高山学生表示透过餐饮周的活动有传承的感动 更看见三年所学有如今丰硕的成果 为自己也感到骄傲 未来也期许要将这份传承经验吸收 并创新发想 在餐饮领域中发光发热 记者廖品涵金山采访报道 校长刚刚那影片当中学生做的点心简直就是一流的啊 那个有老师指导啊 是 刚刚有聊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创课是一个元素 它是一个精神而已 一个精神 它可以融入在每个学科 是 所以刚刚那个就是烘培的课程当中 其实有融入创课的精神 对啊 它要动作做啊 是 你想得到就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创课 比如说那个面包你要先备料 是 先讲那个制作过程 你要去尝试 是 一定会有很多失败的 是 肉面包 没有发酵 那个线觉得不对味 是 就从倒掉啊 是 然后重重来啊 是 对啊 所以学生也是透过挫折来学习的啊 对啊 对啊 创课其实就是跟挫折有很大的 的一个 它是相辅相成的吧 对啊 嗯 从挫折中慢慢去学的经验啊 是 然后调整啊 嗯 对啊 像我们那个餐饮学生 你要泡一杯咖啡 嗯 可能要去能够比赛 能够弄出来 那个辣花要失败一二十次 是 我记得正德国中 他们去参加那个记忆竞赛 嗯 调 调 嗯 硬调 嗯 从比 从训练到比赛要 哇 花一百多杯 哇 的那个材料费 不断的练习练习 对 失败在练习 对 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从国中开始 国套端端开始就是创课精神了 对啊 本来就是啊 嗯 只是说我们以前都只是 把生活科技这些课程当作是 附学习 是 没有很重视 就因为它对的 就像是你讲的以前 我们那个生活科技 工艺科这个部分 它的比重太少了 对 甚至有时候老师会不重视这个课程 他拿去挪去做数学课 英文课 现在没有 现在一定是正常化教学 是 对所以说这次刚刚校长一直不断的在提到 正常化教学的部分 那就是在我们的 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有融入我们创课的精神 对 然后从国中端的 工艺课 它现在要做什么课程 现在叫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的课程 小学也有 是 小学也有创课 像我附近的大盆 金专 金美 都来我这边学上课体验 对我们期待 因为我们是科技创新应用教育中心 交集给我们这样一个创课的先导学校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使命 要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样的资源往下扎根 是 所以说现在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到 创课的教育 像这个啊 嗯 就可以 这叫做 这叫做 投食机 呵呵呵 古代的投食机 对啊 就是用创课 3D 电影出来的 它每个元件啊 可以组装啊 这一个一个都是学生自己 对啊 可以组装啊 嗯 哇 它可以 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 应用到 呃 数学的抛物线 嗯 这个重量多少 它可以 这边 这边是 重量嘛 是 越重的话 它的那个力量越大 然后这里可以投食出去这样 是 对 所以他们都要先想过 对啊 想过要怎么呈现 对 要去设计啊 那设计完之后把它印出来啊 或是把它做出来啊 嗯 对啊 这个创课的部分 校长 你应该也是要做很多的功课吧 哦 你平常都会 边做边学啊 吸收这样子的薪资 对啊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团队啊 呵呵呵 真的 呵呵呵 这有很好的团队很重要 对啊 互相啊 我只是 动个嘴巴而已啊 呵呵呵 但是也要有 先有那个 我觉得这次亚生有一个image在心中 当然 一定要自己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我是要 把孩子带再上来 对 说想方设法 嗯 让孩子 去不同的尝试 是 他可能这个 这个 这样东西适合他 嗯 那样东西适合 适合另外一个人 是 所以你要 呃 要配合孩子的 的心相去 去设计课程 是 所以 教育部不是说要 推动森林国教吗 嗯 要一身一课表 嗯 其实 金山高中已经做很多年了 一身一课表的意思是 一个学生 嗯 他这三年 哦天啊 他课表是 是是跟 每个人都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以前想到 就是孔夫子讲的 英才诗教 对 这我没有办法想像在 在金山高中 已经有在 有这样的雏形在了 因为我们是综合高中嘛 嗯 我们孩子是 跑班选修的 是 对啊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个菜单 对 是 这样子同学之间不会互相 因为都可以 拥有这么多的资源 对啊 然后像是一般人 其实对创客就是一个 很没有概念 因为像我刚刚接触到创客 也是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我到金山我才知道 哦原来创客是Maker 对 他也可以称为制造者 教育部也有在全国设了很多的制造者的中心 嗯 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务实之用 你要动作操作 是 然后解决生活的问题 是 这才是重点 是 不要只是使读书啊 使备那些公式啊 理论啊 你没有运用啊 你 你这样反而是 僵化你的思考 是 就是把 学校学习的东西 应用在生活上 对 而且透过自己 有一个 内心有一个image 或是说 先有一些的先 先入为主的想法 然后会知道说 我在这个 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我自己先去克服掉了 对 可能你不问你要问老师啊 你发现问题了 你要赶快解决问题了 不行的话 就求救啊 是 真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 先去就是金钟 看一下他们的创课 因为可以参观 我记得图书馆很多展示 对 对 我们有创课教室 嗯 还有学生 也因为创课 他的那个逻辑思考 是非常的 精细的 因为 之前我们的图书馆 新命名是不是 嗯 整修啦 整修完整 完成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 进去采访的时候 孩子跟我介绍 导览图书馆的时候 那些都是 图书馆志工 一等一的 逻辑之好 可能他 他学习成绩没有说很突出 可是他 愿意在那边当志工 愿意学习 然后可以导览 是 这个背后老师要付 都会在去调教 训练啊 这老师也是蛮厉害的 然后可以上了台面 然后可以看看 我觉得孩子 我觉得很棒 给他100分 真的 他 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我觉得导览就是你会让人家觉得 实气沉沉 可是没有 他们的方式不一样 他可以很精确的把 就是我们经中的特色讲出来 其实有些是他自己做的 对 他做比较可以自己讲 就是我做的 我很清楚我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对啊 他来龙去脉 然后他就说 中间运用的原理 像是说我带入了数学的原理 对 我觉得说哇真的是 比我想象中的高中生 你还想象说他高一到高三 那个成长非常大 对我觉得 真的就像是一块稀薄的海绵 因为我们 北海地区的孩子 比较个性比较纯朴嘛 是 所以比较内向一点 是 害羞一点 可是 结果这样训练之后 因为有专题研究 有研究方法的一些课程 是 然后你要口语表达 是 你要可能像说导览 是 介绍 是 那你就慢慢就培养出来 对 那个应对能力 是 所以我觉得最后那个成果自信 展现是真的是 非常耀眼 是 校长厉害 谢谢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金山高中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 团体 我们的原生 原住民学生 也是 非常的耀眼 是 在各大场合 像现在 即将要开始的世大运 他们也有就是占一席之地 是 是 帮我们介绍一下原生 这个部分 原住民班 他 创校 应该也成立十几年了 嗯 那他一直在做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是 包括主语课程 嗯 包括他的原住民的一些 手工艺品 是 还有他的动手操作的能力 是 还有 他的文化 比如说社会课程之类的 其实我们强调说 孩子 不能因为他在都会区 他就忽略他 然后他原住民生 该有的文化 嗯 该有的那个语言的部分 是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有走向 可以跟社会竞争 嗯 所以我们也融入了 他也可以选 自然组 选社会主 哦 他也可以选餐饮 选资讯 哦 对都可以 所以他 只要他有能力 嗯 这些都是他可以选的 透过我们的 刚刚说的 是 生涯辅导 是 他有这样的方向 有这样的心情 他一定要学 哦 那我们请了很专业的老师 环绍老师 是 原务者的总监来帮忙上课 是 他从创这个班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嗯 都没有缺席这样子 是 所以他除了刚刚说的那课程之外 他学乐舞是非常辛苦的 嗯 像前阵子那个台北市 公布那个那个 记者会一样 那个那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 是 吃力 而且很有power这样子 是 对啊 他们每每天 至少要练四个小时啊 对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跑步 每天都要练体能 他们的体能已经 我觉得就是先 先觉得条件 他有比我们都好 更好一些些了 那他们还竟然为了 就是专业 就是国际的舞台 会更去锻炼自己 对 我觉得 这也是 我们金钟原住民生的一个 自我要求的精神 当然啦 因为 这些舞台 他很难得 搞不好 这个世大运 在台湾这么一届 他们 唯一可能就参加这一次而已 是 对啊 所以不放弃任何一个舞台 然后尽情的发光发热 其实是我在金钟看到 就是 对 每个孩子都有 给他这样一个方向 对 不管是哪个领域 都非常的坚强 对 像比方说这个是社会学成的 嗯 然后另外我们还 成果策 对 然后他有一个管乐班的 管乐团的 真的哦 刚办完的 嗯 所以其实 在金钟 愚言民班 当然 他有他的特色在 嗯 可是他是倾向于艺能嘛 嗯 就是音乐舞蹈 还有他刚刚说的那个 他自己文化的部分 是 像我们七月初 我们去 去那个 花莲 泰鲁阁的那个同门部落 是 去做踏查 嗯 这个踏查 是为了要他们 明年度的 毕业岳舞站 做准备 对 所以他去吸收不一样的元素 对 明年就会用泰鲁阁族 来呈现 他们这三年所学的东西 哇 即便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 对 对 就是要用泰鲁阁去做呈现 因为要群族 要族群融合嘛 是 原住民要 更要 大开大合 嗯 他必须要有 更开阔的视野 嗯 对 所以我们 一直想说 今 这样这样的平常地区 更需要有这样的 国际视野 这样开阔的视野 是 立足台湾 能够方言世界 是 所以我们也 金钟也除了日本的景 我们有签姐妹校 嗯 就是广岛的姐妹校 是 我也期待说未来 不只是这些原住民的孩子 我们不同的族群的孩子 都可以跟国际接轨 是 所以我预计 今年10月份 会在 跟美国的一个 FREE HALL 纽约那边的一个 纽州西州的学校 是 预计要签姐妹校 让孩子可以走出去 是 真的 对 我们从 就透过今天的节目 真的可以发现 就是校长 他帮学生寻找资源 然后也 为了 区域 这个社区中的孩子 他不断地去努力 然后去了解 更了解这些孩子的特性 然后去 让他们视性发展 嗯 然后也透过创课的精神 培养孩子不同的逻辑思维 我真的觉得就是 呃 去精神学习一个很大的优势 跟 就是 利 利 有利的地方啦 对啊 其实这些 嗯 理念或想法 嗯 背后有一群 非常重要的人 是 我们的团队 是 行政团队 是 教师团队 是 跟背后支持我们的家长 是 才能够让促成精神高中 有这么多元性的发展 是 对 那我也期待说 未来 8月19号 我们原住民的那个 那个开幕的表演 嗯 也欢迎各位 可以上 去世大运 嘿嘿 可以去 现场 去想看 感受一下 可是票好像漫玩了 哈哈 那没关系 观众朋友可以在电视机前面 感受一下 那个听说是 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们不能讲啊 因为非常精彩的 是 对 有保密条款 好啦 观众朋友 就是 8月19号的时候 记得在电视机前面看一下 我们金钟原住民学生 他多么有震撼力的表演 那今天非常谢谢赖校长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现在金钟啊 还有就是我们大环境的一个 呃高中职的教学现况 那新北战书来 我们告一段落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谢谢校长 谢谢 谢谢 OK你好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我还要去 对 这个要画通世界的 这个要画通世界的 对 用这个了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